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号TV 我是圣号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三个MacBook我就不能够接受的东西 其实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已经开始 从Windows的电脑换去MacBook的电脑 在这个短短的两个月呢 我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这个MacBook 可是有三样东西呢 是我觉得为什么MacBook会这样子来设计它 第一个就是它的Keyboard 很多人都以为Keyboard是每个都是长一个样子的 当我真正使用这个MacBook的Keyboard的时候 发现到有些按钮放的地方呢 其实很不优势Friendly 这边我就决定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它的Ctrl Button 其实在Windows呢我们叫做Ctrl Button MacBook这边呢我们叫做Command Button 我们常常会按照卡锡就是 就是好像Save就是Ctrl S Select All就是Ctrl A Copy就是Ctrl C 在MacBook也是一样 MacBook可以用Cmd C Cmd A Cmd S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它的 Cmd Button放到太靠近那个Space那边了 这边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Cmd在这边 这一个是Windows的Ctrl Button 所以我们如果要按那个小卡锡的话呢 用微纸按Ctrl 然后就按C S V 或者是A 这几个东西呢我都可以用一个微纸按着就可以不用动了 在MacBook的这一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Ctrl并不是Windows那边用的Ctrl 而是我们要用的是Command 所以很奇怪就是好像我要Copy一样东西 我按Ctrl C 我不可以用微纸按 如果我用微纸按的话呢 这个手指 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只可以用我的中指 跟十指来按 可是如果我要按Ctrl A的时候 我要用十指按Cmd 然后再按A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哦 还是其实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看这个影片的你呢 如果知道的话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第二个东西我也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就是 当我在转动这个电脑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感觉好像电波这样子的东西 在那个电脑那边 在转动的时候 我在摸着一个地方 或者是摸着一个地方 或者是摸其他地方啦 只要不是中间这个塑胶的地方 我就会发现到它其实会有一种电波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体质的关系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用我的Windows那家电脑的时候呢 看到它这个K性呢 其实是 而这架新的Mapool呢 它的那个K性呢 其实是有一点金属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 也方便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第三个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就是 它的Copy 它的Cut 跟它的Paste呢 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就好像我开一个Document的时候 我按Cmd S Cmd V 就可以Cut and Paste 可是很奇怪就是 Cut一个Far 然后再Paste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按Ctrl S 是做不到的 这个我觉得蛮奇怪 因为它不standardize 我必须按Cmd C 然后再按Cmd Ocean V 它就可以Cut and Paste 可能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方法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方法 也方便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啦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帮我点击个like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我在这个视频上面 讲的一些资讯并不正确 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 跟我分享你的个人的经验的话呢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互相讨论 如果你还想接收到 更多这样子的资讯的话呢 请记得订阅SNHOTV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by bwd6